就是丁特呢今天大概475次当中 他只成功了11次 那这种状况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那我们就先算他至少成功12次以上 因为你只成功了11次嘛 我们成功12次以上的几率大概是99.99999 这样子 对这个就是成功12次以上 那丁特就是成功11次包含他以下的几率 大概只有200亿分之一 这个是可以经过电脑去运算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看呢 地球人口在去年的11月15号达到81 简单来讲你两个半地球人口 大概会出现一个像丁特这么倒霉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想法 所以我们当初在判断的时候觉得 你游戏举止一开始声称的10%就是不合理的